HELLO 大家好 还记得上几个视频 我也和你们分享我自己打造的这个DIY菜园吗 如果还没有看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在这个下面点击那个link 之前已经有一群猴子来这一边 捣乱 你们可以看这些香蕉树的叶子 全部也是给这些猴子折断 然后他们全部坐在那个架子的上面 摇跟跳 所以导致整个菜园的那个架子已经垮下来了 我们先去看看 这个就是我的DIY菜园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一边 已经垮下来了 我们先进去里面看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个已经给它做断了 然后这一边也是给它做断了 你们可以看这个街头已经裂了 还有这个菜园里面的DIY鱼池 因为很多青花来这里下蛋 所以导致这个鱼池里面已经有很多蝌蚪 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 重新组装这个菜园 要不然就是把原本的这个菜园做一些更改 做完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把它缩小 然后顺便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新的菜园 这些是洛神花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羊角豆 然后这个是 太阳花 这个是 薄荷叶 然后这个是 苦瓜 然后这边有两种苦瓜 一个是 日本地苦瓜 然后这个刚刚 才要攀爬的是 台湾苦瓜 偷偷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苦瓜 我看到吗 然后这里是有一棵 生菜 然后这个是 西居 然后有帝王苗 然后这个是 然后有帝王苗 太阳花 然后你们可以看它已经 高过我的身高了 然后这里 又有洛神花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羊角豆 它属于长形的 这里帝王苗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整片都是绿色 这片地原本是长满了杂草 这些就是它的杂草 然后经过一番的努力过后 我把它打造成新的菜园 这个我在面子书上分享过 然后这个是太阳花 你们可以看 我的手已经动不到了上面的花 这个是开过的 然后这些是新开的 已经动不到了 再够高了 是太阳花长的高 是我长的矮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我还要继续做我的菜园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